国族一直都是观众们的痛点 在今年年初男族输给了越南这件事 让很多人都觉得不痛快 甚至在后期男族没有反省自己的态度 反而漫游游进行集训 这样的态度让球迷失望 但女族还是给大家争了一口气 这最近这段时间女族一直都是大家乐于谈的话题 女族在春节期间夺冠的消息让很多球迷未知振奋 她们夺冠也让球迷们看见了足球的希望 女族们夺冠后水庆霞接受采访 在采访时也说不忘初心 很多人对她们都有了好感 而后续女族在回国之后 水庆霞也在呼吁女族的姑娘们多出去看看 见见识别 去更高的赛场表现 证明自己这样女族才有更好的发展 这很明显也是水庆霞一直期望的 对于女族她从来都很有野心 这番野心也是球迷们所希望的 在女族的生涯期间 她们虽然一直在比赛 但夺冠的次数其实也不算很多 更多的是亚军和季军 但女族的姑娘们始终没有放弃 最终凭借着逆转的能力 将笔份拉开得到冠军 这是很多人都希望看见的 同时也让大家看见了女族中的一匹黑马 她就是张丽雁 张丽雁算是女族中最小的一个了 但她能在不到13岁的情况下 使出帽子洗发 又和团队拿到了冠军着实优秀 张丽雁在比赛中也凭借点球 让球队力挽狂澜 配合其他的选手将后轮切出来 最终逆转夺冠 现在张丽雁也算是被很多人看见 成为了新黑马的存在 在后续的比赛中 相信水庆霞也会格外看重张丽雁 而除了张丽雁之外 不可否认的是 还有更多的黑马等待 大家发现 在最近 有人发现女族似乎也迎来了 张丽雁的2.0版本 她就是沈梦宇 在最近沈梦宇也凭借着自己的实力 和团队一起赢得了比赛的胜利 从最初起到球队的一个边缘球员 逐渐地成长为球队的核心主力 可以看出沈梦宇目前已经站稳了自己的脚跟 但这个队员在之前并没有那么出名 因为在此前 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一号人 哪怕是贾秀全在这期间 都没有听说过她的存在 甚至也没有瞧上这位选手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因为在去年比赛期间 女族的沈梦宇和唐嘉丽一样 都落选了当时的比赛 贾秀全当时没有看中沈梦宇 最终女族输得一塌糊涂 而沈梦宇在最近这场比赛赢了之后 或许也会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 因为目前女族也到了拓展新人的时候 除了国内的比赛 国外的比赛也会坚固 因此自然需要人手 而唐嘉丽和张丽艳是水庆霞的矮徒 他们在之前都因为水庆霞严格的指导方式 有了今天的成就 如果沈梦宇能在水庆霞队中的话 或许也会和张丽艳一起配合默契 拿到更多的冠军 现在水庆霞中新开始指导女族 这也就意味着沈梦宇有机会进入队伍中 拿下更多的比赛 以沈梦宇的大局观和调度能力 中场串联能力 就能很好撑起女族的后腰位置 再加上唐嘉丽 王善善 配置会变得十分稳妥 在亚运会中夺冠的可能性也会变高 这步棋比较重要 水庆霞一定要抓稳了 现在距离亚运会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自从女族回国之后就开始训练了 他们将会在这段时间培养新的默契 移能力 就看接下来的比赛他们会怎样应对 凭借水庆霞的指导能力 以及球员们的实力 相信他们会有新的提升 好了 本期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认为沈梦宇会在后来 进入水庆霞的对中吗 欢迎在评论区中讨论你的想法 关注体育圈瓜总 随时了解最新资讯 我们下期再见